嗨,大家好,欢迎收听90CC人生能量营,我是主持人CC 本周邀请到的是知名餐饮集团的实习箱里,冰块 因为他的姓氏很特别,姓冷,所以他的历称叫做冰块 冰块曾经做了三年的行销公关 每天不眠不休的工作加班,甚至连做梦都梦到工作 因为工作而失去了该有的生活品质 后来的他决定将自己放逐到澳洲打工度假 在澳洲过了人生中最特别的一年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在澳洲精彩的生活故事吧 呃,姓姓你好,谢谢你邀请我来的这个房谈 那我叫做,我的名称是冰块 呃,因为我姓冷,所以说那个都请打脚冰块就好 那我是在2019年的大概3月的时候去澳洲打工度假吧 虽然是个很经典的地方啦,大家都去澳洲 那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想说,既然要打工度假 那是不是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结果就是搜寻了一轮,然后去了很多就是打工度假的那种展嘛 游学展嘛,然后 知道早下来发现,诶,难怪大家都去澳洲 因为是真的很方便,是只要报名记录就是 应该就是都可以上 不像其他国家可能都要抽钱那些 所以就想要在我想去的时候就去 我不想要在,诶,可能还要等个一年啊,或是两年啊 所以我就是,就直接去澳洲了 其实那个时候就只打算待一年 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大概就是27岁嘛 26,诶,26,27 然后觉得待,待了一年之后回来找工作 大概28左右也是个 还是个比较好找工作的年纪 不太想待到就是30 然后回来再开始找一份新的工作 就会在一个蛮不上不下的年纪啦 所以这也是为了回来找工作做准备 而且其实也是幸好只计划待一年啦 你看2019待完一年之后2020 你知道那个澳洲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超惨的 所以 对啊 最好待一年好吗 很多朋友在那边就是 你知道在市区就是没有工作啊 就只能待,然后被隔离啊 反正台湾还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就是原本就规划只要一年 对 可是你在打工的期间你不会想说 就是没有人影响你 就是你会想要继续待吗 还好耶 因为一开始应该都是 不管怎么样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吧 没有,并没有特别被深影响 哦 因为大部分的人像我自己本来也是说一年就好 结果我还是待了第二年 不过也还好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哦 也是很幸运哦 你是去哪个国家啊 我是去,也是去澳洲啊 然后我都只有在西澳 可是西澳其实状况还算OK耶 哦这样子哦 因为太远了吗 对啊 我觉得就是西澳国吧 他的政策跟别人不一样 他到现在还在封州耶 就是不准任何人进来 从刚开始爆发到现在都是封州的状态 哦这样子哦 对啊 所以他的状况本来比较好一点 现在呢 就嗯 但是也有受影响 就是我在回国之前 大概前一个多月吧 就开始一个礼拜只工作个两三天 然后到后面甚至一个礼拜工作一两天 哇 所以后面几乎就是收入跟房租打平 哦哦 对所以我后来就 呃 因为我后来其实有超过我签证的年限 然后他那个时候有 发了一个408签证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可以临时呆的签证 所以我在那边多呆了两个月 哦哦 因为我一直买不到机票 我的机票一直被取消 啊 大概买了四次吧 那是真的有很贵吗 因为西澳没人权 就是我们要从 我们西澳回去台湾的话 要从新加坡马来西亚 或者是泰国印尼 不然就是飞到东边 反正就是一定要转机就对了 然后我从 从这个东南亚这边的票 我全部都买不到 一直被取消 后来买了东澳的 东澳的也被取消 我就傻眼 最后最后 可能是因为新加坡看 就是 他那边可能也需要一些 怎么讲 振兴吧 就是还是开了那个 库航就还是开了一些特定航班 然后我才买到 然后价格是 对 价格比平常贵的两倍多 那怎么样赶快回来来说吧 对啊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你说你在澳洲打工的时候 你在胃签拉面的外场做了八个月 所以你只做了这一份工作 你完全没有做别的 在那之前也有去做啦 他去了那个肉铺 就是卖肉的地方 有做 然后又去找下一份嘛 然后 在澳洲那边有一个 就是墨尔本那边有一个什么 南半球最大的商场 叫做Chatsden 然后我就在里面 我离那个地方还蛮近 所以我去里面就开始到处发简历啊 就除了上那些jobseeker那些 在投之外 然后当然发现那些都没有用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投简历 这个是第一个回复我 然后马上就可以施工的啊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就继续做下去啦 一做就做了八个月这样 对 因为其实我去旅行并不是 像你刚刚说 并不是在最后一刻公路旅行 我是穿插的 比如说工作两个月去 去玩个一个礼拜这样子 然后结果发现 我原本还是真的有计划说 这个地方工作完旅行完 然后去下个地方再找 下一个城市再找工作再旅行 后来发现好像不太现实 毕竟没有那个店家会想雇佣 只工作两个月的人 这个未前拉面啊 他反正就是OK啊 就是请假一个礼拜 出去再回来就好 所以为了我的旅行的行程 所以我就一直待在这一家了 那这样子他们其实算蛮人性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走了 他们其实再找一个人补也是可以 对啊对啊 还不错 而且他们又包三餐 所以省蛮多的 想说也没什么不好 虽然是黑工啦 包三餐欸 包三餐太多了吧 真的啊 所以这超好的啊 所以我就OKOK 因为他也很好吃 也没有限制说你什么东西 比如说海蟹不能点啦 可是特殊日子啊 或是要怎么样了 还是可以点啦 但是大部分东西都可以 都可以点推 每天都还吃的不一样 吃的很开心 所以也很乐意待下去 当然提前啦 但是黑工啦 不是很独立 所有人都选黑工啦 但是因为白工我也真的找不到 我还特别考了咖啡指导 想去咖啡店啦 那就发现好像咖啡店也不太适合 那当然咖啡指导就当作一个兴趣了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也是会想白工啦 20集也是比较好 但是就是投简地 当然我知道白工的时候比较夯 比较强手 都投了真的 我投了蛮久的 其实他们都没有 连事工的机会都没有释放出来 所以 当然市区可能就是会竞争比较激烈吧 我其实也知道说 在里面的白工如果有机会释出 他们那些人一定是 派给自己的朋友 就是真的很难有外人插进去的机会 只有觉得哦好啦 对耶我刚刚 我也释怀啦 我刚刚还想想问说就是你这个这一份工作是在哪里啊 落地的地方 摩尔本 摩尔本 那我又想待在市区这一 就是市区或是起码就是靠近 最靠近市区的郊区这一块 所以你完全不会想要去想想 我一开始真的有计划 但是后来发现没有 是因为我的牌的行程 旅程啊 还有我是一个喜欢表演艺术 音乐剧那个 是所有表演相关的事情 然后在市区在city天天都有活动 那当然就是很常去啊 在郊区的话就发现很多活动无法去城 我没有车 会变得很不方便 对啊 对啊是真的很不方便啊 当然这里跟我来澳洲打工度假的原因有 就是目的有关啊 我并不是为了要存第一桶金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我是以体验生活为目的 因为那时候在台湾以前的工作是公关行销 那它是 它是一个很有趣 很有趣很有成就感的活动 但是缺点就是它的加班实在加的太狂了 我周末都在加班 然后平日都是加班到半夜的那一种 哇 我的身体真的搞得很糟糕啊 我身心都整个很受死了 所以我那时候工作三年 我觉得我必须要离开这个环境 半年虽然很有趣啦 但是却觉得人生一部分 好像没有真正的生活过一样 都投入在工作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去澳洲 我一定要好好的生活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不想要特别再跑到农场里面 又把时间都耗在这个工作上面 农场是我不知道 但是工厂确实是这样子 几乎十个小时吧 我之前在萝卜的工厂工作 然后一天也是十个小时都花在里面了 嗯 对啊 那自己的想法 我目的本来就不一样嘛 所以我比较想着 就是工作 正常的半个小时之后 其他时间我可以出去找朋友 我去参加那个 参加活动啊 去认识新朋友 去听那个单口喜剧啊 就是感觉生活就比较多姿多财 是我想要弥补我那受损的三年的时光 而且我超羡慕国外都有那种 所谓的gap year嘛 他们就是可能念书念一段时间 然后比如上大学前 或是大学就停学一年 然后就去外面闯荡 那其实亚洲不太有这个习惯 可是我蛮羡慕的就觉得 这是我的gap year 这个我也好羡慕 就是他们可以在那么小的年纪 就可以在世界流浪一年 对啊 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培养 人格的成长 其实有很大的注定吧 像我之前就有遇到一个英国女生 她那个时候我好像才20岁吧 她就已经在 我遇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在国外 就是整个世界 她已经流浪了一年左右了 真的超厉害的 我觉得她爸妈也很厉害啊 愿意让她这样 对啊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你有在期间 就是去语言学校学习英文 然后七周的时间之内 你就是经历到的过程啊 感想 所以说真的很棒很难忘 就是我那恐怖的三年过后 我很想要重新体会一下 学习的时候 觉得哇学习的时候 原来是最没有压力的时候 所以呢 就会想报名一下 逼人学校 那当然也 因为我以前工作就很常用到英文嘛 因为我还会去国外出差 所以我觉得 再进进一下是 绝对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就会自己跑那个什么澳洲游学展啊 然后去询问各家的语言学校 如果是一个 比较喜欢自己去做决定的人嘛 我自己要找 我自己喜欢的语言学校 我自己喜欢的城市 所以我包括签证什么东西 全部都就是自己找东西弄 然后我就找到 我这一家 我去的是叫Discover English 他就除了上语言课程呢 他有一个很符合我想体验生活的 一个特色 就是他每天 学校都有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 他有一个阅历 他就是每天 比如今天是电影之夜 第二天就是披萨之夜 然后第三天 然后学校会带学生去 参观city 或参观博物馆 或参观那个画廊 或是单纯的只是去 什么小意大利街走一走 他就每天都有这样各种活动 然后周末又会有一日游 又会有两日游 就觉得 哦这个实在太符合我的需求了 听起来很丰富 对啊对啊超棒的啊 到去里面就觉得 可以认识很多人 然后就是除了语言学校的课程 还有包括这些兴趣类的活动 都可以认识很多人 那当然也是觉得 去语言学校嘛 当然是为了认识新朋友 当然也是听说过说 从很多人的工作咧 都是从朋友先找过来的嘛 说不定语言学校的朋友 他们可能也有 以后相关的工作的契机啦 嗯 这个其实都是真的非常非常棒 因为我还特别是找了那个 他们配合的homestay的家庭 其实我觉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出去澳洲打工 顾驾的一个好处是 我的经济上 我不用特别的匮乏 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所以我不用让一开始 就是过得很节俭 所以我一开始就找了homestay 然后想说 在人生地不少的情况下面呢 跟一个澳洲家庭生活 然后好好地认识这个城市 然后我再提摆出去 我的homestay人超级无敌好的 homestay说我超幸运 他是他们homestay里面最好的 就最好的那一个 那我一进 哇 我真的快 我一进去他就是带 我刚入住第一天 他就开始带我去city逛 然后告诉我怎么用 那个 就是他们当地交通塔 公社怎么做啊 有这样一日游 然后接下来 他是每天 当然homestay都会供 那个早晚餐嘛 然后 我的homestay的晚餐 都是自己手做的 他不是微波死平 他都是自己手做 然后做炖牛肉啊 然后烤面包 烤鱼 然后 自己烤那个沙滴鸡肉串 所以每天都过得很辛苦 哇 真的很傲视生活耶 对 我觉得这是我想体验的 真的是 澳洲生活 而且因为我homestay是个 英文老师 在当地就是一个 小学老师吧 所以就很擅长与 就是说我学生沟通 我晚上之后啊 他会 我们会跟他一起看 那个澳洲节目嘛 所以我会觉得 我可以follow上 澳洲现在最新的 topic 那些话题 然后我不懂的英文 就是他们电视上 那种傲视英文啊 或是傲视俚语 我就会问我homestay 然后因为是老师 他都是非常的 就是很乐意去解释 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 不管在学校 在家庭里面都 学到很多 然后也 真的是 遇到都是好人啊 哦 而且我homestay 他大概每 每三个礼拜 就会带 他这个homestay 家庭的所有外国学生 就出去旅游一趟 带所有学生吗 是他开什么车 还是怎样 他就开他的那个SUV嘛 然后就带我们 那个四个人啊 就住在他家里面的 四个外国的学生 然后就去个动物园啊 然后去爬山啊 去国家公园啊 所以人生超好的 好开心哦 听到我都想去了 我就觉得 嗯 四个很棒的经验 这其实我觉得是 非常难忘了 因为当然没有工作压力 我就是 真的就是focus在我喜欢的 就是英文的精进上面 你刚才说 就是你们会一起看 澳洲的节目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真的可以随时 跟上澳洲人的话题 哦 对啊 这你真的很棒 对啊 我觉得这样子 才是融入当地的 最好的办法 对对 因为我们也有那个 澳洲学生 那就是对我们吃完饭 然后就回房间啊 自己打电动 自己关手机什么的 但是 澳洲学生 有几个那个 外国学生啊 然后 那我就是会跟 大概也是因为 后面很好吧 那我们几个比较 就是开朗一点的 留学生就会留下来 跟他一起 看电视聊天 然后 看澳洲节目这样 所以 其实跟遇到什么样子 也有蛮大关系的 对 其实这是看 就是自己要有一个 开放的心态 哦 对啊 对啊 然后 欧妈会带我们去 就是外国常会有的 garage sale 就是他们不是会把 自己不要的东西 就是在车库 做一个车库拍卖吗 然后他会 开始带我们 去这些地方逛逛啊 去周日的 郊区的小市集啊 或教堂市集啊 可能没有门路去的地方啦 那他们可能是 只有po在他们自己 自己这个小区的 Facebook上面说 哦 他们要办个市集 而去里面就很多 local的食物 真正体验当地生活 对啊 对啊 这个钱就是 对我来讲 就是花的值得啦 那除了就是 你在澳洲的 八个月的打工 跟在homestay之外 你还有什么 其他特别的经历吗 可以说说 看你去 那些旅行的经历 可以啊 我觉得超多的 我先讲个 呃 也是在 墨尔本啦 因为墨尔本是世界 那个 澳洲的文艺之都嘛 那里面看了很多 有很多 我为了 我帮助去澳洲也是为了音乐剧 因为我超爱音乐剧 然后澳洲绝对是 音乐剧的大国之一 很多有名的音乐剧的明星 都出自于澳洲 那我去墨尔本 就是看到我心仪的 我在澳洲看到所有 我心仪的音乐剧 所以就是 在台湾是看不到的 好 这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 讲出来可能不见得 有观众知道啦 好像那个 安东尼 博罗 大家简称 AW 书 他是澳洲的音乐剧 国宝 他不会出国那个 演出的 而且几乎 不可能来台湾 那从我小时候 第一次听到他的专辑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 亲耳听到他唱歌 所以我的梦想实现了 这样真的很棒耶 而且很有成就感 因为是你从小到大的梦想 真的 真的是实现了 然后有另外一个 梦想实现的是 修杰科曼 演唱会 世界巡回站 他的最终站 就是回到澳洲 他是澳洲人嘛 然后他的演唱会一样 我是买了 也买了票去看 我就是超喜欢 修杰科曼 在以前就喜欢他啦 但是他的那个 《大娱乐家》 这部电影 还是真正让我就是 真正爱上他的 演艺事业的 然后他在现场 我真的是看到他本人 然后扭着他的屁股 然后唱着 《大娱乐家》 这经典的歌曲 而且还有包括 《大娱乐家》里面 不是最有名的 是那首 This is me吗 就是有奥斯卡提名的 那一首歌 然后胡子女 也在来到现场 然后一起唱那首歌 哇靠 但现场多嗨啊 那个《大娱乐家》 最后一首歌 他不是只唱 最后一首歌 要唱的是 I'm coming home 我回家了 那舒杰科 把我唱得超有感情 他最后说 I'm home的时候 我全场沸腾 因为他真的回到 他家里面唱这首歌 这也是一个 既有在澳洲 才可以体会到的 经验 好 讲旅行的 我旅行的画地 抱了蛮多一日游 其实最难忘的是 我抱了去 Outback 整个红土荒漠的 七天的露营之旅 从那爱丽丝泉那边开始 然后就是 一路南下 就穿过整个沙漠 来到南端的 那个阿德雷德 那边做结束 那我也是一个人报名的嘛 我当时想说 我会一个人报名的时候 大家 融入不进去啊 大家都是 几个人几个人报名 因为毕竟是这么 比较艰难一点的旅程啊 那结果我去了之后 发现所有人都是 一个人报名的耶 大概就只有 一个人会想去那种 养不生蛋的地方吧 就是除了那种 老夫妻可能来实现一下 来实现一下那个 看看澳洲的 幸运 那其他全部年轻人 全部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 一个人的背包客 所以在那边是真的 我插个话哦 没问题啊 不知道你有沒有听过 狼西这部电影 对啊 再讲一次 狼西好像听过 Wolf Creek 哦有有有有 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个剧情 根本就是跟他一样 他们就是 就是一群人 然后团 那个各自报名了旅游 然后公路旅行这样子 然后大巴士就载他们到 也是红土荒漠 结果路上就遇到了杀人魔 你刚才能说 我真的有 有浮现那个画面 真的很可怕 我因为看那个 我都觉得好可怕 但是我还是 我是没有报名 我没有报名那个啦 就是团体旅游 我是报名 我是自己开车去玩 这样子 很强耶 你不是几个人去啊 还是不是你一个人 就开车 然后最多四个人这样坐一车 哦哦哦 那你的路线也是跟我 对啊 然后没有 我的活动范围就只有西澳 也就是顶多就是西澳的内陆 然后西澳的北边 哦 因为我没有出过西澳 对啊 哦这样子呢 因为是太大了吧 对 我就是报名那个 穿过整个红土荒漠嘛 然后真的是 在里面结交到 大家跟我都差不多年龄的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 那大家从一开始的 诶像进入冰啊 然后客气的聊一聊 然后到最后 第3晚第4晚开始萤火晚会之后 大家就越来越熟 然后最后大家慢慢的离开沙漠到那个 开始要准备进入阿德雷德的超级郊区的时候 会开始一起去当地的酒吧 里面去一起喝酒嘛 所以是整个个认识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的经验是真的非常美妙的 而且当然前提是 我觉得英文要好是很重要 因为他们实在讲非常非常多的离语啊 然后讲得很快 但是跟在看电影 或是看美剧的感觉是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太磨练文的英文了 是个好的经验 旅程上是真的非常棒 因为一定会经过那个最经典的那个 乌鲁鲁言嘛 对 然后我们的旅行社 他非常自豪地说 他们是当地唯一一个有请到当地原住民导游的旅行社 你是说 Aboriginal 这是Aboriginal 对没错 非常黑的Aboriginal 不是住在城市里面的Aboriginal 是住在沙漠里面的 他们因为很避俗嘛 然后他说他们请到的这个Aboriginal导游 也是在他们的村落里面是被侍卫就是大逆不道啊 不太被接受的 因为他有出来就是接白人声音 那个Aboriginal他也不讲英文的 他就是旁边会配一个类似翻译的人 他这个翻译就是他长得很hippie 他就是完全一个白人 可是他想要融入Aboriginal的生活 穿着啊 然后去学Aboriginal的语言 然后充当他们的翻译这样 有一个最当地的导游 他跟我们介绍他 用他的语言介绍他的故事 他的家乡 那我觉得也是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而且我们在沙漠里面是真的 而且我特别选择八月去 那个冬天的时候嘛 比较淡季 我想的是不会太热 的确啦 不会很热啦 可是很冷就是了 那半夜真的 看完会到两度耶 两度快零度 冷到不行 但是在天空就会 真的变得很晴朗 然后我们看到 可以看到银河的那种 星空 但是真的很美啊 到座的星空真的很难忘 对啊 天哪 最想再看一次 真的 有机会一定要再回去 玩都玩不玩啊 这么大 我那就是有前男友 有来那个找 澳洲找我玩 所以去了雪梨啊 凯恩斯啊 凯恩斯就是我觉得 很想分享的一个地方 因为凯恩斯的大宝礁 实在太美了 我还特地选择 不是一日游 我还选择两天一夜 是住在海上的那种 大宝礁之旅 既然要出去体验成果 就要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嘛 嗯 我们就住在海上平台那里 然后一样是看着 满天翻新 然后我们有自己私人的时间 不用跟其他游客一起下去潜水 看大宝礁 我们有自己的时间 就是你会有种 你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大宝礁 这一整个珊瑚群 跟海龟一起游泳的经验 想要全世界只吃下你一个人而已 那实在太棒了 所以推荐大家 如果说有去旅游的话 凯恩斯 虽然感觉很小 可是它是一个真的非常棒的地方 而且我们的英文老师有说 语言学校的英文老师说 大宝礁那边大概在20年 可能就真的会白花了 所以赶快抓紧机回去 真的 我都还没去 好想去哦 等到有很多可以发掘的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 因为你回到台湾了嘛 然后你还有说 你想再去其他国家 你目前有什么规划吗 其实我的第二个 都想去加拿大嘛 加拿大是不是可以到35 对啊 成为最后一站的 那个打工度假最后一站 所以觉得 时间或年龄上面 都还蛮适合的 对 要不然就是去英国吧 英国好难抢哦 对啊 但是我们是个 喜欢看音乐剧的人嘛 英国又是音乐剧的第二大本领 所以也还是觉得 非常想要去那边看 先去英国再去加拿大 对啊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啦 没有英国的话 以加拿大为主 因为听说那边的人都很友善啊 那我想我还想问说就是 你说你回到台湾之后 就是从事了 这可以讲吗 就是那个 可以啊可以啊 网品的实习箱里 那你说是因为在打工期间 觉得服务业不错呢 我想问的是说 是什么缘由让你觉得你回台之后 还想要做这服务业的工作 一来是可以准时上下班 那心理压力没有 没有那么大 以前还觉得没差 但是后来就是经过 风宏加班的三年之后 觉得准时下班很重要 然后不想把工作带回家里吧 那我连睡觉都是 我梦到都是全部都是工作 而这只小时都是在工作 真的很重要 然后服务业就是没有 就不会有这个点啊 就是离开那工作场所 就没事了啊 而且当然 就是小服务客人 让我觉得很开心吧 我那时候在拉面店工作 我的客人都是外国人嘛 然后其实他们看到他们 吃饱啊 或是回来就跟你说 觉得很好吃 或跟你聊天 让我觉得也蛮开心的 会有种满足感吧 虽然不是我做的 其实就觉得很开心 哈哈哈哈 所以也会想回台试试看 就是服务业的工作 那当然如果要学服务业的话 就选一个厉害的服务业的 就去的旺平 你以前的学校就是念 公关行销的这个专业吗 没有耶 完全不一样 叫做对外汉语 我以前是在上台念识 对外汉语 有点像台湾的话 我们教育吧 就是要教外国人说中文 嗯 所以 所以这英文才有 是一个英文很要求的科系啦 但是我也没有想要 从事这一方面嘛 嗯 所以我后来之后也是在 我觉得直到现在都还在搜寻 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吧 去澳洲也是想要 找自己看看 因为我以为就是你是念 公关行销类的那种专业 然后对 然后我刚原本是想问说 就是你回来之后 做了服务业 家人或者是 其他人会不会觉得说 你怎么没有从事你以前的专业 我刚刚原本是想问这个啦 可是发现你第一份工作就 根本你原本学的不一样 就不是 哈哈哈哈 我怎么会有啊 那时候我就不想啊 一桌漫发地 哈哈哈哈 我记得哦 我那时候因为生气状态也真的很糟糕 去到澳洲之后 我后来搬出去住的时候哦 有一个室友啊 他给了我多支持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澳洲人 那时候学校学到哦 有有那个什么 有个三十天计划 就是说三十天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吗 就是这种 嗯 我会想说挑战 哦 三十天我都要 出去慢跑 我都要做 就是做减肥擦 我要减肥 然后我的室友 他真的很 很有智慧的一个 就是跟我一起差不多的一个女生 他说 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三十天都 三十天的挑战 是怎么爱自己啊 然后整个豁然开朗 天哪 我好喜欢外国人的思考方式哦 我也要学起来 对 我觉得这超棒的 我现在都觉得我应该每天都要 这样子三十天计划 每天都想一个不同的方式来爱自己 三十天爱自己计划 这个可以试试看 好 尤其是你每天 你还要 就是要记录下来 你才会觉得 你有做到 而不是自己想一想 不是想像说 哦 我请我自己吃个鸡排 我就爱自己 不是这种方式哦 就是你记录下来 不然对自己说 讲出来说 你很棒 你是真的 你很美 你做的事情就是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可以让很多人开心 就是我很爱你 这样讲出来 就会觉得有一种力量 嗯 我要学起来 对 下个 下礼拜就来执行 礼拜一就来执行 这是一个出国才可以 跟其他文化碰触 才可以表辑到的事情 其实在台湾真的是不会 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对啊 工作之下班之后就身心俱疲了 对 回家就滑手机 我想给大家的一些小 一些有个人的建议啦 其实出国打工度假 是可以很轻松的用的 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赚地铜机 没人规定你一定要赚几十万才能够工程深究回台湾 并没有 你其实真的是按照自己的步调 不管你只是想去旅游 去认识朋友 想去跟我一样体验生活 打工度假 很 这个很方便 就可以实现这个 目的的方式 尤其是当我 像我这样子 我会一个人去海边 去认识新朋友 就有一次 我去参加松露宴 然后在墨尔本的最高的餐厅里面 它从前菜到 那个主餐到 甜点啊 就是这一系列的 大概五个course的菜 全部都是跟松露有关 太高级了吧 真的 我花了大概 七百吧 好贵哦 等一下 你说七百 七百澳吗 我忘了四百 七百澳 有点贵 对有点贵 是无菜单料理那种 有它有菜 就是它已经菜头好一个菜单 主厨去菜头好 就是全部都是松露嘛 然后再搭配那个 适合搭配那一道菜的酒 就是前菜搭配什么酒 那个主餐搭配什么酒 这样一套下来 不便宜 可是我觉得在当地 我去试到当地最好的食材 有当地的厨师 当地的试酒师 搭配当地的酒 我吃的特别 我第一次吃饭吃到感动流泪 因为真的太好吃 太美味了 搭配上那个 这个业劲 那我觉得我来是值得的 所以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享受你的人生 你拿你 用你自己工作的钱去 去享受是没什么不对的 没人规定你不可以享受 没人规定你不可以吃好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赚钱 不能说死存钱 你存钱也没有一个目的 你应该要想的是存钱 然后为了一个目的而存钱 像你就是花了一笔钱 去买了一个很好的体验 我觉得这样很不错 虽然说是不小的钱 对 但是这个体验是 一辈子都不能 不会会忘记 对啊 而且又觉得 而且想到 在台湾也体会不到 或是休捷克曼的演唱 如果在台湾也体会不到 就觉得一定要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是 我只要最后 最后收入跟我出去的那个 包括一开始的房租 还有预言学校 我只要最后打平补就OK了 嗯 不过我回来 就是我当初回来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蛮有压力的 因为大家都会问你说 你有沒有存到什么 多少钱啊 什么的 我想说 我先呼吁一下大家 你不要再问 打工度假回来的人 这些问题的 真的很可怕 其实给我不想回答 对啊 就是我赚多少钱 跟你屁事哦 不要问啦 说回答 哈哈哈 给大家 真的是不要有太大压力啦 哈哈哈 而且澳洲其实真的 对台湾很好耶 你只要报名就可以出去 这才有那么方便 你的国家啦 对啊 我就呼吁大家 疫情之后 我们一起来去 支持澳洲的经济 哈哈哈 振兴澳洲 没错 振兴澳洲 台湾振兴澳洲计划 其他国家也可以啦 就是我们没有受限 减兴澳洲打工 对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是最后一点小建议啦 其实真的结合上自己的兴趣 去打工度假的话 会是真的很棒 像我喜欢音乐剧 我去澳洲 可能有些人喜欢 健行或喜欢美食的部分 你可以挑着自己喜欢的国家 就会让你在当地的生活 就是更加愉快 对啊 我觉得很重要是 你真的要享受 有一个人的时光 我是不喜欢这旅办出去的 我是喜欢自己做决定的 自己比较自由啦 不用配合任何人 对啊 我反正希望别人配合我 哈哈哈 不如自己去 所以就是 大国度假很愉快 大家 趁有机会的话 就是尽量尝试吧 那我们今天 差不多就到这边咯 没问题哦 今天谢谢你哦 谢谢谢谢 我刚听你说那个音乐剧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阿拉丁 在墨尔本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刚好那个是结束的 但是我知道他 你有看吗 有啊 我是在西奥 他有来西奥 我觉得那个 还不错哎 真的哦 哦那个精灵的那一段 应该 超棒的 我光看那个事情 我就觉得天啊 现场面很热闹吧 而且他还会结合 就是澳洲当地特有的东西 就是像那个精灵 他出来的时候 还有拿那个 好像Tintan吧 还是那个 就是那个臭臭的果酱 Vegemite 对对对 Vegemite 他有拿那个Vegemite 说 好像问说 哎大家你们有吃这个吗 你们今天吃的这个 才跟我一样有活力哦 之类的 也太可爱 然后还有他 他有那个飞毯的那个 道具吧 就让你看起来 真的很像飞在天上 是还不错啊 没跟你讲 音乐剧真的很棒 从现场看那个魅力是 舞台魅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他演出 我一定要讲 我一定要讲 音乐剧的演员 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演员 那些 你看电影演员 只会演戏 歌手只会唱歌 舞者只会跳舞 可是音乐剧的演员 他们必须要精通 唱歌跳舞的演员 他们才有办法做到出名 因为他们必须要很精通 要不然有点只能是半舞 对啊 那些最厉害的演员好吗 而且又是Live 现场 对 还有Live 也是鼓励大家 在台湾 或是去国外 都可以看一下音乐剧 其实是非常棒的经验 你会被现场的那种感觉给震撼到 今天非常谢谢冰花的分享 听到他在澳洲的生活过得这么精彩 不仅看了音乐剧演唱会 还透过Homestay 体验了非常道地的澳市生活 他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期间 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冲击 并从中学会了如何找到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 也因为在澳洲做了服务业的工作 觉得服务客人很开心 准时的上下班也很符合他对生活的要求 回台后选择去做了餐饮集团的实习相礼 目前90cc人生能量影在Apple Podcast 跟Spotify上当都有上架 在Facebook跟Instagram也都能找到我哦 所有的资讯都放在说明栏当中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也欢迎留言 或是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哦